台上的表演者 欢乐歌唱台下的大家 也随着节拍挥舞双手 圣诞节即将到来 希望爱基金会来到台中 举办最终场的公益餐会 用行动关怀弱势团体 透过音乐表演抚慰人心 台中市长卢素燕 请自率领多位首长出席 跟大家一起吃饭过节 加上牧师的带领 让大家更投入关怀活动 大家一起新手合作 那每年从前年开始 那一年一万个家庭 不得了的大数字 然后这个艺术队 给公子券提供物资 兴旺埃基金会 新手台中市政府 与地方教会推出 关怀弱势社会福利工作 期望透过各界的力量 让爱无限散播出去 他们三年来帮助全台 超过15万户的弱势家庭 其中在台中地区 就有2万户以上的脆弱家庭受惠 企业发挥助人精神 同时实践社会责任 举办公益爱心餐会 也让民众度过一个 暖暖的圣诞节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